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请课 从6月12日至19日 实际上精神领袖达莱 Larsen 引立陶网 维尔 纽斯大学 和立陶网 西藏之家的邀请 对波罗德海国家 立陶网和拉多维亚 两国展开了 为期八天的访问星辰 此次是达赖喇嘛尊者第四次前往该地区展开访问 6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牛斯大学 发表《教育体系中的人类价值观》为主题的演讲 尊者在演讲时强调 人类能否创造一个和平与对话的世界 取决于我们的付出与努力 所以全球70亿人类应该要积极地对此做出贡献 6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因立陶宛西藏之家的邀请 在立陶宛维尔牛斯西门子竞技场 向2500多名与贵人士发表主题为《幸福之艺术》的演讲 尊者在发表演讲时强调 将他人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那么人类之间就不会有杀戮和欺骗等行为 相议发生暴力的余地就没有了 尊者表示 如果我们真的把他人当作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那么人类之间就不会有杀戮 压迫和欺骗 当然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但是你必须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利益自己 而不是假公禁私 在考虑他人和自己的问题时 如果你的行为对他人带来快乐 那么你也会很快乐 尊者还向于会者谈到了1954年至1955年访问中国时 中国共产党领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告诉尊者 将西藏国旗掛在中国国旗旁边 尊者表示 随后,达了那么尊者向现场与会者谈到了中国的佛教徒 尊者表示,当然中国的兄弟姐妹,我认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有时会批评他们的一些不当行为 但作为全球70亿人类的一部分 他们同样也是我们大家的兄弟姐妹 以这种态度来面具现实,可以为内心带来平静和力量 然后通过内心的平静来创造人类的幸福生活,幸福家庭,以及幸福的世界 当天达来那么尊者在利道网首都维尔牛斯市夏邦酒店中 还会见了利道网国会声援西藏小组八名成员和其他支持西藏人士 达来那么尊者与利道网议员们会晤时表示 我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的支持 西藏境内外人民对于争取自由的精神依然十分强 当你们向西藏人民表达支持时不仅给了我们勇气 并且也向中国强硬派人士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心 那就是西藏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因此我仅代表六万万西藏人民感谢你们 6月15号达来那么尊者抵达此心的第二站拉多维亚首都里加 并应多年以来由俄罗斯境内三个蒙古加盟共和国信中的共同请求 从6月16日至19日达来那么尊者在拉多维亚首都里加圣科托会议厅 向4000多佛教信众和各界人士传授了宗格巴大师著 菩提道次蒂罗论起源藏口传及金刚经等妙法 并传授了观世音观点白问书随许 6月19号中午达来那么尊者在圆满结束欧洲两国访问行政后 从拉多维亚首都里加顺利返回印度新德里 6月20日抵达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尊者抵达杆格拉机场后 接受媒体有关法体健康状况时 尊者表示身体非常健康无需担忧 此外上周四6月14日 加拿大参议院人权与外交事务国际贸易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 听取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兰萨格就西藏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西藏人民的愿望为主题的演讲 司政罗兰萨格在谈到西藏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时强调 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还原区 西藏是亚洲两个人口和军事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区 司政还强调西藏是世界上环境战略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亚洲十大主要河流都来自青藏岗原 在过去50年来严重破坏环境导致 水土流失 野生动物灭绝 肆意采荒和倾倒核废料 严重影响青藏岗原及周边国家的环境 在谈到西藏人民在中共宪法框架内寻求真正自治的愿望时 司政洛桑森格引述了自由之家和五国界记者组织关于西藏的报道 据自由之家称西藏是叙利亚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最不自由的地区 然而近60年来 西藏人民一直奉行非暴力、慈悲和利他的精神 来维护民族的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尊严 司政洛桑森格还向委员会成员谈到了 中国政府对判处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色五年有些东西相关的问题 并强调将致意严厉的判决 与中国在西藏实施双赢教育政策相违背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将2018年指定为感恩年 同时在这一年里 藏人行政中央及世界各地流亡藏人 将举办感恩所在地政府和人民的系列活动 6月21日 藏人行政中央高下在印度国际瑜伽日当天 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城法院 举办了一个多小时的瑜伽有氧运动 以表感恩印度政府及人民 在瑜伽教练慈人杨总女士的指导下 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 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 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学生、民众等 参加了此次瑜伽有氧运动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群秋旺旧 在活动上发表了有关瑜伽的运动 以及举办此次活动 旨在对印度政府和人民 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慷慨援助 表达感恩质疑 另外印度总理纳兰德拉 穆迪为主的印度许多高级官员 以及民众和学生等 5万多人当天在印度北部迪拉顿 参加了第四届印度国际瑜伽日活动 此外上周六、6月16日 瑞典一家法院认定 在今年4月被控为中国政府 搜集流亡藏人刑刑的一名男子 犯下为中国充当健内罪 对该男子被判处22个月的监禁 今年4月份 瑞典检方以鉴定罪起诉了49岁的多杰加登 指控其为北京搜集瑞典和挪威地区流亡藏人信心 以换取报酬 瑞典检方的起诉书表示 多杰加登曾为了搜集流亡藏人的信心 而在挪威参加支持西藏自由的示威活动 搜集藏人难民和异见人士的生活状况 家庭关系 出行和会议细情 他还以记者的身份为流亡藏人媒体报道 达莱典检者到挪威一事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加一的后三英 于上周一6月18日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话 谴责中国政府禁止联合国人权事务办事处工作人员 进入中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加一的后三英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次会议闭幕上 发表讲话时指出 尽管高级专员办事处 为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而做出的努力 但中国政府不允许高级专员办公室工作人员 无拘无数地进入中国 包括人权状况极端恶事的西藏和新疆 加一的后三英进一步表示 自2014年以来 中国已拒绝了超过15次访问请求 在过去的五年里 只有两名负责人被允许访问中国 高级专员扎义的后三英 还谴责了中国继续遥置民间团体与国际人士机构 包括拒绝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普遍定期审议 以及与人权事务工作人员间的交流 高级专员还要敦促中国当局 允许中国的所有人权活动人士参加国际人权机制 本着开放和相互合作的精神 同他们进行沟通 以提高中国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 今年即将结束任期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扎义的后三英还强调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 在维护人权时要 无所畏惧 他呼吁所有人权工作人员和志同道合的人士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以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 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